现在要来拆包裹了 这是买的一个做肠粉的一个套装 我看到别人用这个做出来 特别好吃特别美味的样子 所以我也自己下单买了一份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吃肠粉的 但是我们家附近是没有卖肠粉的 而且在外面吃肠粉的话 感觉有点不划算 就是比那个米粉还贵嘛 所以我也很少在外面吃 这一盒的话是二十几块钱 可以做很多次了 我现在就准备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我现在把这个包裹拆开了 这里面就是有两包肠粉 一包是500克的 然后有一个这个蒸盘 然后有一个这个夹子 就是可以这样子把它夹出来的 我们家里有 然后一个这个刮板 就把这个肠粉这样子卷起来的 还有一个刷子 刷子我们家里其实也有 就是一个套餐 这里是一个那个酱油 就是调味用的 现在再来剥一点和调 这个是我上次去那个市场上买的 这个核桃是纸皮核桃 15块钱一斤 这个核桃就是轻轻一捏 它就开了 还挺要播的 上次有一个朋友提醒我 他说要给宝宝补充一下DHA 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DHA的食物 就可以多给他吃一些这种坚果之类的食物 还有还多给宝宝吃鱼 就是多吃些这个食物的话 就可以补充DHA了 先刷一层油在这个蒸铁上面 现在放到这个蒸箱里面 蒸2-3分钟 我们蒸的第一盘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感觉我这个放足了一点 我这样子从这一端轻轻地给它卷起来 这是我做的第一份 现在我们先把这豆浆倒出来 大家看到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喝豆浆 主要是因为小龙哥他是不能喝牛奶的 他喝牛奶比较有点那种肠胃不适 所以我们就将就着它 就喝这个喝的比较多 这个也比较养肾嘛 比较健康 感觉这一锅比上一锅成功一些 我觉得他最近脾气很大 你说我刚刚豆浆倒出来了 因为他没有冷了 我没给他喝 他就在这里啪了 光打雷不下雨 这个就是我今天做出来的肠粉 这是第一次做的 就前面两个做的太厚了 这是小龙哥按照自己想法做的 然后最后一个做的 我觉得比较像了 现在的话就在上面领一层 就得酱汁 这是自己做的哆啦饺 然后再加一点点这个高辣椒的味道 这是昨天晚上做的那个腌萝宝 这一块应该是最好吃的 这个就是最后的经验 这符合外面卖的肠粉的那个感觉 就是我开始调的那个水泡不少了一点 我觉得那个比例还蛮重要的 下次我就知道了 还有一个就是摊在那个蒸盘上的时候 然后不能摊得太厚了 像这种就是摊得太厚了 下次我要再试一下 我觉得下次的话 我就可以一次成功了 吸取这次的经验 这个是我买的一个镜子 全身镜 然后今天爸爸过来帮我们安装一下 就我以为随便点两个钉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爸拿那个卷尺在那里凉 原来还要这样子比划 要是给我钉的话 估计就会钉歪了 镜子装好了 就装在我们路户门这里 平常出门 那什么就可以照照镜子了 这里是一箱橙子 就是从粉丝那里买过来的 我射一下那个水分比较毒 然后我自己觉得是个头还算可以的 就是大家喜欢吃橙子的话 就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我爸现在要去楼上装修了 拜拜 妹的恨 你自己似上追君的女娲 嘿嘿嘿